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出访日本连续两天马不停蹄 拜会了日本三十几个参众议员跟内阁官员 拓展台日的友好关系 但日方关心核实相关的议题 赖清德也强调尊重公投的结果 但台湾要加入CPTPP 不可以自己设一个门槛 另外晚间赖清德也将拜会日本的前首相 海部郡树等重量级人士 民党党队台湾加油 和日本参众议员齐声喊加油 展现台日友好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来拜会 座谈时对台湾国土高龄化社会等议题交换意见 过去我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有提出一个深深不息的政策 防日进入第二天 马不停蹄拜会三十多位国会议员跟内阁官员 针对台湾加入CPTPP多加琢磨 日方更加关切核实进口相关话题 赖清德强调台湾不该自设门槛 我们一定要尊重公投的结果 台湾要参加CPTPP 那也要根据国际的标准 来从事贸易的动作 我们是不可以自己设一个门槛 再次重申他有信心将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他也到奥运开幕典礼会场来参观 东京奥运的时候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 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重大的盛事里面 有积极的表现 在日本努力为台发声也努力为自己增加国际声量 记者日本综合报道